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今天发表 这是中国政府自1998年以来发表的 第十部国防白皮书 阐释了新时代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 介绍中国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实践 目的 意义 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防的理解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分为前言 正文 结束语和附录四个部分 共约2.7万字 正文包括国际安全形势 新时代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 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 改革中的中国国防和军队 合理适度的国防开支 积极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六个章节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根本目标 坚持永不称霸 永不扩张 永不谋求势力范围 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鲜明特征 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战略指导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发展路径 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世界意义 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保持长辈不屑的战备状态 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 维护重大安全领域利益 遂行反恐维稳 维护海外利益 参加抢险救灾等七个方面 介绍了中国武装力量的运用情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说 白皮书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国防费的发展历程 全面介绍2012年以来 中国国防费的规模结构和基本用途 体现出中国国防费的公开透明 新版白皮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进行了创新发展 与过去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 首次构建新时代中国防御性 国防政策体系 第二 首次阐述中国军队 新时代的使命任务 第三 首次指出永不称霸 永不扩张 永不谋求 势力范围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鲜明特征 第四 首次提出服务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世界意义 第五 首次全景式展现 中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第六 首次将国防费 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进行国际比较 中国国防开支 与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保障需求相比 与履行大国责任义务的 保障需求相比 与自身建设发展的 保障需求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 将继续保持适度稳定增长 吴谦说 新时代首部综合型国防白皮书 顺应时代发展 把握事情 国情 军情 全面系统介绍国防和军队建设 新的政策遵循 新的使命任务 新的战略安排 和新的强军实践 有利于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 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 中国坚信 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时代潮流 不可逆转 称霸 扩张 终将失败 和平 安全 繁荣 应该共享 我们呼吁各国因超越文明冲突 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 坚持对话协商 求同存异 共建共享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让人类生活更加幸福美好